咱不是不应该看孩子对不对 为了孩子就这样的事 在人家住 在我家住 他们还会回来你们家 在我家去 我不知道 在我家那是什么情况呢 什么情况 在我家住也不可以 我先问一下阿姨 你怎么知道的 孩子说的 你把这个事给我们讲讲 我回老家送我老妈去 我两个月没在家 她就回来就说 我说 孙阿姨你这期 老子没在家没来 来了 后来我说 你凭啥上咱领这来住 不是我不放上 我说你凭什么 把老五领咱家来住 领我家来住 凭啥 女儿怎么回答你的 不放上 我解释就翻片了 一般说了 没有个解释 没有解释 因为他跟我说话的语气 他什么语气 我都是接受不了 那我就说 这玩意还接受不了 你反个心理状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说孩子在家的时候 我说要当着孩子的面吧 因为毕竟是现在离婚了 孩子属于单亲家庭 我说你只能是给孩子一些正能量 让孩子有这种快乐的感觉 但现在不是 他总是在孩子面前说 他爸爸这么不好 那么不好 现在就有这种状态 就想 我家孩子寻的小字帖 认的所有字 当念到爸爸这两个字的时候 我家 我的女儿都会拿着这两个字 去看着他姥姥 说爸爸这两个字是王不赌子 就现在是这种状态 我家 我现在 我的女儿现在五岁 不敢在他姥姥面前叫爸爸 所以说 就是给我的心理犯罪 我说这孩子 大人的事情 跟孩子没有关系 不要把孩子牵扯进来 我们回到 一系列的 就给我的心理状 就没有办法 跟我母亲去沟通 就回到这件事情上 就妈妈不在家的两个月 你把钱付给你回来家 当时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家里 出了点事情 家里来的亲戚朋友 特别多 住不下了 然后孩子又想跟我在一起 我说那就去我家吧 因为毕竟还有四哥家的一个孩子 我说一起到我家去住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 没想过说 那我离婚了吗 孩子的事我管 前夫的事我就尽量回地 没有 我没那么做 我就可以说 能让他上我家来 或我能到他家去 我对我前夫还是有感情 有感情凭什么离婚 有感情凭什么要死 也肥要离 我签你不让你离 你肥什么要离 你说你现在 三十来岁不到四十岁 你嫁不嫁人 你嫁不嫁人 不嫁 就这样嫁不了人 就像我妈妈说的 我说不找对象 我说缘分嘛 不是说你 不是缘分 就你这样少不着 还缘分 什么叫缘分 谁能要你 所以他担心你 我现在我也没想找 我现在真的是没想找 是因为 不是因为说 我跟我前夫 断不了这个联系 确实也没有真正合适的 跟前夫没关系 跟前夫没关系 你说没关系 我啥都能看着有关系 他不少就有 对有好感有想法 对谁有好感有想法 对前夫 对婆婆有好感 还是想回到那个家里去 对啊 这一点 如果能够的话 不也挺好的吗 不好 不好 他前夫就是 360天 跟王家玩的350天 啥活也不干 一分钱都没挣 到现在 孩子们大了 现在就这样